第一天两名染疫幼童在家身亡 新加坡没半个幼童确诊身亡 台湾短时间内12名孩童死亡 民众贯报猜文脸书痛骂 没部署好 却比百姓与病毒共存 你说5月有1亿剂快筛试剂 我有讽刺现在的5月32号 你的快筛剂呢 是我们的儿童被推到第一线去 陈时中要去选举的之路 是他们的生命 铺出来的这条血红的地毯 让陈时中去选举 陈时中通通都要记在你的头上 我们应该有进口了 1亿7000万剂 发到地方政府发了2200万剂 那大概就已经超过8000万剂 他看近期儿童发生的悲剧 4月19号男童恩恩 呈儿童染疫死亡首例后 卫福部采找专家开会 订儿童送医条件 5月13号基隆男童等不到病床死亡 当天中央才开儿童绿色通道 到底谁才是害孩子 无辜丧命的背后杀手 这指挥官 这样子的刑事院长 我觉得心中根本就没有人命 是人命如草剑 北市更炮轰 指挥中心4月份就预估疫情会大爆发 甚至已经建议放宽特效要使用时机 但中央当时却没立刻处理 根本草剑人命 认为应该要尽速提高 口服抗病毒药物的可净性 是指挥中心 却竟然是在5月中下旬才开放 通通是落后不属 通通跟在人在后面苦苦追赶 老人跟小孩 这两个看好 你就可以减少很多的中重症 跟特别是减少很多的死亡 防疫重点有放在这上面吗 没有嘛 蓝军炮轰 政府往往等出人命 往永补牢落户部署 难道人民得用生命和鲜血 才能换到政府觉醒 既有杨士旭李宥玄台北报导 旺旺水神 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台一直在喷烟的 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 哪里买呢 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 好同时呢 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 你上快点购买乌化器会送水神 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R588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